欢迎关注二江说历史 我是二江 新时代的中国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和人民的自我意识的开放 许多贪官污吏都无处遁形 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 蛀虫们不断被法律的产子从抽水沟和垃圾堆中挖了出来 不仅有利于上层建筑内部的有序发展 更是有利于黎明百姓对上层机构的信任 在上述过程中 司法机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公正严明 一丝不苟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现代是如此 那么在古代呢 古时候的案件审理和物证人证的搜取没有如今这么先进 因此断案的官员便显得尤为重要 他要依据已有的信息和未知的事情来判断一个案件的走向 这就衍生出了许多的贪官污吏 因为有利可图 他们往往歪曲事实 以图一己之私 有阴暗的一面存在 就自然有光明 古代最出名的官员要赎包装无疑了 他几乎是当时法律的代名词 凡是经过他手的案子 无不让人心服口服 正是这样的官员 因为贬公执法 而得罪了许多妄图用自己的富贵来横行霸道的达官贵人 原本一生清清白白的他 反倒被一些贱人污蔑 如其表面上光明正大 实际上在背地收取了贿赂 甚至有些不明真相的人 竟然相信这些空穴来风的说法 认为包装其实私下里意识得很 但是这些说法空口无凭 没有任何根据 于是许多人都想通过歪门邪道来证明他 于是就有人想在包装吸取后挖掘其坟墓 看看他的棺材里面究竟埋了什么宝物 但是也早有有心之人考虑到了这一点 因此将包装的坟墓 用了障眼法的手段 埋到了不为人知的地方 包装究竟是黑是白的谜团 也就一直未曾解开 新中国成立后 机关机构开始了对包装墓的发掘 经过不幸努力 终于找到了他真正的安身之地 经过挖掘后 包装的棺材最终和世人见面 就在人们好奇究竟会在其中发现什么时 打开棺材后的画面却引起了人们的沉思 棺材中除了事故和表明身份的木质名 其余什么都没有 专家表示 这回天下人对包装的为人便没有闲话说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